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4月6日星期三 欢迎收看今天的美股收盘节目 我是宇超 周三大盘在经历了前两个回调之后 今天呈现了大展的行情 具体分析首先隔夜亚洲市场涨跌互线 欧洲市场则是一改颓势 主要股指积极上涨 提振了美股大盘的小幅高开 同时盘中的经济数据方面 EIA公布了美国4月1日当中 原油库存数据 原油库存意外大幅下降了493.7万桶 大幅的好预期 虽然汽油及流分油库存上涨 但是仍然是挡不住油价上涨的一个趋势 那么油价是受到原油库存下滑的 这样一个趋势暴涨超过了5% WTI精致原油期货价格向每桶38美元冲击 推动了三大指数大幅的上扬 那么5号市场以震荡上行为主 标普500指数是一举冲破了2060的一个重要点位 那指责是在Facebook和Amazon的带动下涨幅超过了1% 那金价仍然是处于一个技术回调的阶段 下跌到达了一个每盎司1220美元附近的位置 那美元指数小幅的下跌目前在94点上方盘整 各个方面我们继续关注制药公司Vellum造语代码VRX 今天是创下了自2005年9月以来的最大涨幅 那么最高涨幅超过了23% 这次涨幅主要是来自于Bergman的对冲基金Person Square的电话会议 据路由社报道 这次会议 Eckman提出的VRX拥有的资产净值 仍高于其市值VRX的账面审核已经完结并将在月底之前提交10k的一个报告 那一切疑云将烟消云散 显示这些消息就像引爆市场形势一样 VRX今天的股价是从开盘美股29美元一路飙升近35美元 那么昨天VRX特设委员会的公告也澄清他们不会再有更多的过失行为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委员会对意见者的容忍度很低 前任CFO在成为了VRX所有过失行为的替罪羔羊的情况下仍然不肯辞职 他所犯下的错误在过去三年不断的积累 现在终于爆发 Eckman指出了VRX将在未来几周之内落实新任CEO的人选 以接替之前因丑闻而辞职的Person 务求尽快把公司带回正轨 那么本交易日截至当时VRX上涨了15.59%至33.21美元 本交易日蓬勃披露亚马逊交易代码AMZN已购入新创公司Orbius 那么同时AMZN宣布其Prime的当日免费递送服务地区将新增城市 同时扩大已覆盖城市的更多地区 那么目前AMZN已覆盖全美1000多个城镇 其服务需求最低订单为35美元 公司的CFO Jeff Berzo强调了公司的三大支柱 Prime服务 电商集市和AWS网络服务 那么本交易日截至当前AMZN的涨幅是1.92%至597.41美元 阿里巴巴交易代码BABAP已超越沃尔玛 成为了全球最大的零售商 阿里巴巴集团在周二递交了美国证监会的一份文件中宣布 截至2016年3月31日的以年商品交易总额AGMV计算 阿里巴巴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零售公司 虽然目前阿里巴巴尚未公布其第一季度 以及2015年的全年财政业绩 但此次递交的文件已表明 该公司全年营收已超越沃尔玛 截至1月31日财年的4821亿美元 3月21日阿里巴巴集团副主席蔡重庆在其博客中宣布 距离3月31日财年结束还有10天 阿里巴巴中国区零售市场平台的GMV已超过了3万亿人民币 约4760亿美元 如果阿里巴巴的市场平台是一个省的话 那么该公司已成为中国第六大经济省份 据报道阿里巴巴线上交易额已达到了中国零售总额的10% 为中国创造了1500万个就业机会 截至周三收盘阿里巴巴上涨2.04% 暴于78.90美元 以上就是今天的美股收盘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